你也可以是无缝 你也可以不是离锡镇的云为山 但你在我心中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生死两往 爱恨不停 你们几个人在干什么 我跨越山水奔向你 找到你 抱紧你的心 不在乎他们的气息 我抱紧了 风铃 公子 女公子 公子 雨 刚填好的手笼 给你 下雪了 下雪了 今年的冬天 来得这么早 你真是白掌了一副这么好的皮囊 又高又壮 武刀弄剑的 却这么判了 你该收拾收拾回去了 怎么了 一大早就有客人了 别的客人可不像你这样 花了钱 学自己一个人睡在偏榻上 我当然知道 你只有不开心的时候 才会来我这里 古人说 武婴了极 听你弹琴 烦心事好像就都没了 今天是宫门迎娶新娘的日子 你快回去吧 不然你爹又该骂你了 我说的是某些人 你能不能急着往坑里跳干吗 你再这么没带没想 我发配你去放羊 行不行 谢公子 听公子翻腹便是 快 快 快去告诉幻少师 新娘里有一个无风刺客 这可是百草醉 要比人命中央吗 赶紧把她送回医馆 去找公园吃 看看又没办法解读 好 但新娘中潜伏了一名无风刺客 这么严重的事得先告诉职人吧 不行 还不能让父亲知道 无风在江湖作恶多端 父亲向来曾无 要是让父亲知道 这新娘队伍中参与无风刺客 那所有新娘都得遭难 那怎么办 总得说吧 我去找我哥 他一定有办法 你赶紧等公园吃 我去找你 什么地方 你赶紧等我 他今天就喜欢的 你赶紧再 areas 你赶紧等我 赶紧等我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父亲大人 刚 叫执恩 和少主 执恩 少主 紫月 你受伤了 你受伤有血 我刚回来路上 救了一个身负重伤的潜伤据点的人 这是他的血 他还跟我说 说什么 他说这去进入峡谷的新娘里 潜伏进来一个无风的刺客 紫月 你可知你这句话的分量 我知道 所以我立刻来找哥 我 来找少主 那他有没有说是谁伤了他 目的是什么 那新娘中有刺客的消息 是从何而来 我还没来了就问他 那个受伤的侍卫 现在在哪儿 医馆 我叫他 那是谁伤的 是谁伤的 他 让我 详细 你 在哪儿 你 别害怕 我是来救你们的 公子 这到底是怎么了 公子 公子 姑娘这是做什么 公门四处都是港哨 你再往前 总会被乱箭射死的 我不信你的话 那你走吧 我倒想看看 你变成刺猬的样子 我是不信 你是真心要带我们出去 我哪里看起来不真心了 亭川靠岸之时 我抬眼就看见了高塔 我记得高塔 分明就是在城门附近 但现在 我们却离城门越来越远了 你们心这么重啊 母亲告诉我 进入山谷之后 就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用乱说 不可能 我将持在禁止 找他们没有 人就 근� pomoc 公子 走 fordo 昨天 你也就是不认笑 来的时候 宇公子 这条密道通往旧城山谷之外 但里面机关重重 你们自己小心 宇公子宇 宇公子 宇公子 1 1 我没有要放他们走 上他去而已 有意思 我以为攻门内最有名的纹裤 是会排局 那就让我陪你演得更逼真心 你也告诉我 我没告诉你 我只是将错就错而已 你也不懂 高原池 他们可都是戴雪新娘 你这么做也太不及后果了 果然是最怜香惜玉的羽公子 可他们中混进了无风系统 就应该全部重死 你等一下 俞公子 昨晚多谢俞公子 不要叫我俞公子 叫我公自宇 不好笑吗 不好笑吗 我叫云为山 云朵的云 云山的山 以云为山 真是个诗情画意的好辈子 哥 苏宇 你们都知道这是个局 却不告诉我 让我傻傻地想当英雄 提早告诉你 谁 就凭你的性子 蒙藏住什么事 成事不错 办事有余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你看看你自己 正日不误正事 只知道朝望华路跑 从内到外 从头到尾 你哪一点哪一处 知道我信任 你手里要拿的什么 今日我发现 宋王女客 约了的白纸巾草杂 有问题 我怀疑 是公原纸擅自改了配方 找新娘试药 我确实换了配方 子虞 你可知白纸巾草杂的功效是什么 比喻山谷内毒症 那你可又察觉 毒症越来越重了 你整日游耍好闲 公家事务都不曾过问 你自然是不会察觉 因为毒症日益严重了 往日的汤药作用越来越小 我这才让公原纸 研究新的配方 你说他善自 因为所有公家子女 都像你一样 喜欢自作聪明 先诊后奏吗 骑兵执任 绝公子一入生 马上就到宫门外 执任 我想去迎接哥哥 容我先行一步 来 你也退下吧 回去 闭门思过 年纪也不小嘛 最好考虑清楚 如果还要继续做个 无所事事的废人 你就没有必要待在公家了 我也没有很想待在公家 你 子虞 你去哪儿 不要拦着呢 让他走 真是 你这半句话都说不了了 父亲 子虞 大老子走得越远越好 最好别回来 今天晚上的婚姻 也不要再出现 开门 我说开门我要出去 于公子 今日少主大婚 所有港少城门 都已经戒严了 指人有令 只能进 不能出 绝公子到 尝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见过三位长老 仇者入侵 执任和少主两人运难 按宫门家规 长老院一致决议 紧急启动 缺席继承 继承人 与公赐子公子羽 即刻继执任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索益 索益 我的副下 最新鲜 麻醉当药 明天 等等 子虞 你此刻或许还不清楚 赐这些密文意味着什么 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但我必须告诉你 密文赐完 以便终身不能离开旧尘山谷 王后余生只能居于此地 为宫门生 为宫门死 公门帝亲一直浮庸你制作的白草罪 理应是百毒无情 为何父兄众毒身亡 你们指宫到底在干什么 子虞 子虞 住手 原职 不可对职人无礼 职人 就他 原职 荒唐 宫子虞也配做职人 第一顺位继承人 应该是我哥哥宫尚绝 宫门初代职人定下的两条价规 其一 宫门不可一日无阻 职人一旦死亡 必须第一时间继位 其二 如若职人与继承人同时死亡 则必须立刻启动缺席继承 供尚绝不再纠沉山谷 按照祖宗规矩 符合条件继承执承的 只有公子虞 那可是公子虞他才 够了 有任何正义 等尚绝回来再说 我从来都不想冬职 但是 但是 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职人 那就代表我什么都可以做 没人管得了我 你想做什么 傅兄的尸体 谁先发现的 是吴秦夫人 走 去找医院 宵主则是去地牢 提臣女刺客 带来见了职人 并命令我和绿玉士 先行离开 与宵主交代 有要事和职人相当 命令我和绿玉先行离开 他们俩也不知道会不会说谎 有个人一定不会说谎 死人绝对不会说谎 女刺客 女刺客的尸体上有毒药腐蚀的外伤 咱并不致命 胸口处那个对穿伤口 才是致命伤 那她是怎么混进带选新娘里的 她是魂云俊家的女儿 正男医 但是正儿小姐身份是真是假 现在还不得乱吃 昨晚事发当时 女客运落客有查过 第一时间就派了侍卫前去查看 所有女客都在院中 没有外出 不过 有两名新娘中毒了 哪两位 恰好就是拿到金色令牌的两位新娘 江里立合云维山 走 姑娘 姑娘 云维山姑娘 云维山姑娘 我认识你 云维山 我认识你 不在房间好好待着 却往宫门大门方向走 所为何事 我想出去 第一次从大牢把你们带出来 你就独自离开 想要闯出去 当时我还以为你只是因为 害怕想要逃走 可如今刺客已经找到风波平息 你还想要出去 到底是为何 我本就不想嫁入宫门 是母亲逼我的 不能放 只认大人 和灯离有字 不能放 只认大人 和灯离有字 河灯里写这么多字 是想让河灯漂流而下 把这些信息传到宫门之外吗 河灯是你放的吗 是 云姑娘真是聪明啊 知道如果河灯被人发现 一定会朝着上游去追 查找放河灯的人 你就故意朝下游跑 绕个远路再回去 可你知不知道这一路上 港烧暗宝到底有多少 你随时可能 不是 我是真的想出去 宇公子 求求你 放我出去 那些公文中一直有传言 说公子宇并非公家之子 她的母亲蓝夫人 在嫁入公家之前 已经有心上人 日夜思念 总是想着逃出宫门去 最终郁郁而终 周老师 让我进出宫去 父亲 女儿已经出嫁了 女儿已经出嫁了 他们给的聘礼很多 我像母亲 应该不用再辛苦地 做那些手艺活 艰难养家了 父亲 我知道你一直遗憾 没能有一个儿子 可以光宗耀作 你总是对我说 一定要嫁个好人家 让镇上的人都看看 人家的女儿是好福气的 但爹爹 我没有被职认大人选上 可能要让您失望 这真的是写给你父亲的 松开他吧 家福在外境上 经常坐船出海 有一次 遇上了海难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今天是家福的祭日 在我们老家有个说法 海上丧命的人 要是看到飘荡的小船 都会想要飞上船看看 是不是家人 来接自己了 你父亲不会失望的 这世间 怎么会有父亲 对自己的女儿失望呢 我妈妈 把脸上的眼泪擦一擦 对不起啊 今天把你伤着了 没事 不要紧 怎么会没事呢 这的确是我的错 我武功这么高强 你别逞强了 我一会儿通知医馆 给你做一下正骨 然后再喝几件 输菌火落的汤药 你的肩膀应该就没事了 多谢羽公子 多谢指认 还是叫我羽公子比较好 指认这两个字 我确实不习惯 不喜欢 我是说不习惯 不过 也确实是不喜欢 云姑娘 时间不早了 我得送你回去了 抱歉啊 我必须送你回去 可是 你现在是职人 若是单独和我一起出现 怕是会给公子引来是非 你就这么不想 跟我一起出现吗 你别担心 你别担心 我不怕是非 况且 我也是要去别院的 公子为何要去别院 公子为何这样看着我 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了 话倒是没说错 不过云姑娘你这脸 我的脸怎么了 听说你昨夜也中了毒 满脸红疹 可是今日见你 这面容完好如初 已经恢复了 中毒 怎么会 你没有中毒 我昨夜只是满脸突发红疹 听闻上官姑娘家 是带名医 就去问她拿了一些 去毒的药膏 对水花开喝了一小碗 果然有用 睡了一夜就全笑了 你发红疹之前 都吃了什么 什么也没吃 就是去上官姑娘 跟她拿小坐了一会儿 我们还一起喝了茶 昨夜江姑娘也是喝完茶之后 就身体不适 去了医馆 大夫查证之后 才被证实中了毒 这茶是江姑娘的 云姑娘 这茶是江姑娘的吗 茶是上官姑娘的家乡茶 我喝江姑娘觉得 夜深了喝茶睡不着 可上官姑娘还是执意要泡给我们喝 太阳了 我喝了 这茶是不喝的 这家乡茶 上官姑娘 这下水水花开饭 不过了 正给你了 上官姑娘 执任大人 上官姑娘 这是去了何处 前往医馆 姑娘可有身体不适 前日替我诊卖的周大夫 说我期待新香 时期欲解 所以只拿到了个白玉令牌 我前去找她是想求个方子 说不定 就能拿到金色令牌 被执任大人选中 成为新娘 我想在场很多人都知道 公子与怀胎不足十月 提前早产 蓝夫人在嫁入宫门之前 就一直传闻有一个 难分难舍的心上人 所以这公子羽 到底是真早产 还是足月而生 可真不好说 远迟 执任 大典之城 夫人到处 上去来管管你弟弟 上去 你糟了 跟那儿 荒唐 你们平时无法无天 灭射家贵也就算了 今日三位长老都在 你们还敢突然动手 公元只还没成年 莽撞无知 不和他计较 但是你 公子玉 却对自己血脉家人动手 你无论是身份 能力 德行 一样都不占 你凭什么说 自己对得起这个位子 杀害我父兄的人 我一定要杀他 执任 如果没有证据 不可说此通话 如凭无据 血口栽赃 你不配当职人 证据我当然有 还有你和尚军 你也脱不了开心 我怎么了 当晚我父亲 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 你们聊了些什么 你为何着急要走 甚至要连夜离开 你们到底去了哪儿 做了什么 有谁看见 说得清楚吗 当然说得清楚 自然也有人知道 但这是机密 由职人亲自下达的命令 我没有必要向你会吧 我就是职人 我命令你 现在立刻马上向我汇报 你们要是不汇报 你跟龚原职 就是密谋杀害我父亲的嫌犯 我若真有谋害篡权之心 我当晚必定留守宫门 我若在这宫门里 职人的位子 怎么可能轮得到你座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自己担不起这职人职位 就不要信口编排他人谋逆 让你们都看看 我到底担不担得起职人职位 哥 我没做过 都是公子云买通了这个狗龙才诬陷我 原职弟弟和贾管事各执义词 不可偏听偏信 事关重大 不如先把贾管事押入地牢严行审问 看是否有人栽赃陷害 人证物证俱灾 还有什么好审的 再说了 你自己说不可偏听偏信 那药审也是两个人一起审 可以 原职弟弟交给你 你尽情审 只供有的是让人生不如死的毒药 屈大臣招黑白定等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用什么行什么药 你们就同样用什么行什么药 没有的话 我让职工给你送过去 站住 张老师 一面之词 你把尸体送去医馆 验一验不就 我自然会验 但真相出来之前 你脱不了干系 他刚刚畏罪而逃 还不足以证明我的清白吗 既然现在公原职的嫌疑最大 那便先将他收押了吧 好 后面还请三位长老派出黄玉侍卫进行调查 若真能证实是公原职所为 必不轻饶 但如果查明 有人涉及陷害原职弟弟 或者言行逼供 甚至用毒迫害 那我必定让他拿命来偿 无论是谁 哥 听你的 警犯 压下去 是 放开 你一个老的路我认识 自己在 对了 你需要什么药 我可以派人给你送过来 我可以派人给你送过来 你在生气什么 公尚觉也太生气凌人了 无论如何你也是职人 他完全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知道 不只是他 在长老们眼中 我也不配做职人 论身份 能力 平行 我都不配做职人 要不是缺位继承的家规 不可违背 我相信长老们也会选择公尚觉 职人大人 刚刚毒烟爆发的时候 是公尚觉第一时间 站在长老们面前 在他的眼中 家族血脉 永远是第一位 而我的内灵 远远不够驱散 殿堂内的毒烟 今天要不是功尚觉在 后果不肯设想 不肯设想 说来也可笑 我腾腾一个职人 连保护他家的能力都没有 爹爹 我冷 幻语他为什么不冷 好 每次领功你都偷懒 你不配做职人的儿子 长老们都服用了白草翠 多烟没事的 但我父亲他们 也服用了白草翠 拿着 来 我真不喜欢武刀弄剑 整天打打杀杀让人心烦 那你总得学会保护你自己吧 无风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有 有 哥 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吧 当然 那你呢 你没有想保护的人吗 没有 家人你也不想保护我 家人你也不想保护吗 家人都比我厉害 不需要我保护吗 那喜欢的女孩子 总要保护的吧 也没有 以后会有的 你不用帮我找借口了 或许 我真的不配 你 本舅等腾为少主之阵 连年来都是困难重重 死伤无数 能够一次行通过三观的人 风暴勉强 上一次穿过三玉试炼的人 是你哥哥公幻语和公尚绝 我听父亲说 公尚绝还是第一个 闯过三观的人 那为什么今后是幻语哥哥做少主啊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因为职任和长老们都认为 他是更适合继承职任职位 那公尚绝能答应吗 他肯定不答应 他的不满全都写在脸上 这你都看不出来 你眼光真长 今晚我不许你怎么说自己 不管怎么样 我得尽快通过三玉试炼 让所有人对我不再质疑 姐姐 我支持你 但是你什么时候 对当职任这么有热情了 还记得小时候 我们一起讨练功课 你变了 不是我变了 光尚绝越不想让我当职人 我就偏要当职人 而且 我一定要查清 傅雄之死的真相 给他们报仇 拜 拜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我无风干吧 就没看到了 你再仔细想想 藏了这么多年 为何偏偏现在发现了无风里面 为何偏偏是光尚绝发现的 而且无风的人 为什么要带一个危险的东西在身边 好漂亮啊 好紧啊 行行行 不过眼下 有没有更多的线索了 还得通过三玉试炼 姐 这三玉试炼第一关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连参加试炼的资格都没有了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知道 好 上官显姑娘 这是要跟我们纸公子去哪儿啊 我来接上官姑娘去绝公安顿 公子宇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 纸公子 按理术 你应该称呼职任大人 他这三玉试炼 这么快就过了 还没 那抱歉了 这种纸任我叫不了 那叫沈姐姐来听听 姐姐 那哥哥呢 差不多了 行了行了 别再为难我们的纸弟弟了 他说得没错 我确实还不是纸人 不过 很快就是了 所以我们这才随便走走 提前适应谁 这是通往女客别人的路 你这随便走走 未免过于太刻意了 去接云为山 对吧 原来还没这个打算 因为毕竟孤男寡女 还未成婚就同居 不合礼数 不过现在看来 这功尚绝 也不太在乎李叔 所以我是有样学样 去接云为山 也未成不可 你要学的 还多着呢 你 你 光天华日淤睡之欢 真不是这么用的 好一堆金头玉玉 我真有一些伤感的感觉 怎么说呢 耳大不重点 我觉得你在占职人便宜啊 瞎说什么呢 她是我弟弟 再帅也是不行的 我姐姐口无遮拦 你不用介意啊 不过她为人很好 心地善良 云姑娘 大小姐性格很好 没有架子 与人亲近 我也喜欢听她说话 那你完了 被她缠上 你得被她烦死 前方陆展 你跟着我吧 不负秦座事 向蓝用心 有她的身影 只是 年少心情 好像从未懂过 三十而立 四十不活 职人还年少 怎么可能 时时都看得清呢 怎么又叫我日人 不是跟你说的私底下 叫我于公子吗 那指人 也别再叫我云姑娘了 行啊 那我该叫你上来 怎么不回答 怎么不回答 有时候 不答 就已经是回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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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羽 岳城老 你为何在死啊 我担心你初次闯关 会有些紧张不安 特意带你走一段 二 子羽 按照规矩 你要把眼睛蒙上 好 来 把手给我 来 慢点 好 岳 岳城老 你可是在绕路 子羽何出此言 咱们连续左转了三次 而且每次行进的部署都差不多 所以 咱们是又回到了原地吗 子羽果然聪明 但还是错了 你怎么回事 不对吗 如果这密道高度一致 那确实如你所言 连续三次左转或者右转 又回到了原地 但你有没有发现 密道是一直向上的 那我有心明白了 子羽啊 他们都说你顽略叛逆 但我一直觉得 你天资聪慧 心地善良 平易近人 你能说出宫门里任何下人的名字 所以他们都骗探你 爱你 但 你太过年轻了 有时 有时会因为过于自信而做出轻率的判断 身为职人 这种轻率有时候是致命啊 子羽啊 在你今后的生活里 你看 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经历还有很多 可能那时已没了领路人 孤身于黑暗中 无论再艰难 你也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期待你成为真正职任的那一天 那时我帮你把职人刨披上 清茶煮酒 藤梨尖血 还挺有诗意啊 我 于公子 开始 公子如果觉得吃力或者受伤 亦或是想重新思考闯关之法 随时都可以退回房间 何时重进进入次数都没有限制 但若是中途离开雪宫 即意味着失恋失败 于公子多多保重 虽然阿云给我准备了灯衣 但我总不能穿着衣服下水吧 与容atta 周马上就要好了 我帮你加了雪莲进去 这可是我们雪宫才有的好东西 能帮你恢复内力 强身健体 宇公子有何吩咐 你会说话 他是我的律语审 之前我吩咐他去准备一些东西 所以来晚了 宫门祖训规定 贴身律语室可以一起闯关 对吧 但你的律语室是金凡 我身为宫门职任 有权任命自己的律语室 云威山姑娘 现在就是我新的律语室 宫门没有规定 女子不能为事吧 女子可以为事 但我想看一下 云姑娘的律语说话 我 我进入后山试炼 比较匆忙 所以还没来得及 在这里 我和云姑娘 同一件房企客 这不合规矩吧 云威山姑娘 是我指定的未婚妻 父亲去世 我当首相 只是暂时推迟了婚妻而已 你不知世 你不觉得我 也是你 客人 你不觉得我 让你喜欢 你也不觉得我 你们敢说我不觉得我 想问我 跟着我 你不觉得我 苦不苦 不苦 以后都不会让你吃苦的 好 于公子 前山传来急报 需要大人您立刻返回 开什么玩笑 失恋还没结束 现在回去岂不等于失败 谁传的报 宫云只还是宫尚决 执任大人 事挂失恋 请你考虑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岳长老 岳长老一次身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宫尔宇 宫鸿宇生了一个和自己一样 种情中意的儿子 希望他最后 不会落得像他父亲一样的下场 宫尔职人的存在 是为了守护家人周全 情人逝去 还让我专注试炼 我做不到 就算成功了 意义何在 如果连族人的生死都不管不顾 这种职人 不做也罢 为功能生 为功能死 我期待 你成为真正职人的那一天 那时 我帮你把职人跑屁上 你跟我说 他之前跟我要的医书都看完了 这些都是新的 子宇啊 希望你一切顺利 武汉未满二十 不积若惯 自然也是没有资格争选之人 但这功门规矩 若是可以为了公子羽而改 那也可以为我公元旨而破 但又如长老所言 一切以功门族人利益为先 那我哥哥功尚绝 早已通过试炼 如果又能在十日之内清理无风 那我定会支持尚绝哥哥 绝不会与他争强 毕竟 人活在这世上 还是妖戏恋眠 我知道 我不背 这是什么 方才去医馆抓药 想起于公子在雪宫 应该也受了些风寒 就让大夫配了几副 暖身的姜草药茶 公子记得趁热喝了 你为何去医馆抓药 你身体不舒服吗 云姑娘 这几杯药可都是大寒之物啊 你虽说虚火照热 但切记也不要多吃啊 多谢大夫 最近天气燥热 就去找大夫 配了几副降火的粮草茶 你这是为我担忧焦虑的 方才看见下人们 都往屋子里送兵 说公子要练功 别提了 我知道公子闯关心切 但也切莫操之过激 身体吃不消的 放心 我没事的 那我先下去了 公子记得把药喝了 阿云 你不都待一会儿吗 阿云 阿云 不好听吗 听起来 也像是小猫的名字 小猫多可爱啊 阿云 云云 喜欢 喜欢什么 喜欢阿云啊 我喜欢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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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个名字